五件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一项好消息 交通部原则上同意 让生长者免费搭乘所有公共交通工制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纳杜斯林南希·苏克里指出 他今早已经向交通部长陆兆福提出有关建议 两人在内阁会议开始前 针对免费让生长者搭乘公交仪式展开讨论 陆兆福也原则上同意有关建议 并会探讨最佳落实方案 涉及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 轻快铁、捷运和一站式巴士 为了鼓励生长者使用公共交通服务 政府目前让这个群体以半价优惠 使用公共交通服务 您要请大家注意 您请不吝点赞 订阅